庆祝6月15号警察节 也是高雄市保安大队雄丰食堂启用的日子 由于保安大队搬到福德路的新地址后 一直没有员工餐厅 企业董事长听到这个消息 二话不说慷慨捐赠40万的厨房设备 要让辛苦的破历史大人 每餐都吃得到新鲜又营养的饭菜 这让远景直呼是最有价值的警察节礼物 为庆祝6月15号警察节 由原住民破历史组成的乐团 带来一首首动听歌曲 嘹亮穿透力十足的嗓音 内动全场气氛 同时也庆客保安大队雄丰食堂启用 在警察局副局长郑明中 及保安大队大队长陈文耀带领下 拉下红布条 食堂设立对努力维护治安的警察同仁来说 别具异议 整个大队搬迁到现在这个地方 大家面临第一个问题就是吃的问题 然后三餐就要是要买便当 那我们也试过就是用外汇的方式进来 但是同仁吃不到两个月 我们做个调查 不想再继续的达到百分之九十几 所以我们就是觉得同仁 因切需要一个自己的厨房自己的餐厅 不过也有人很好奇 明明是保安大队的餐厅 怎么会取名雄丰食堂 因为我们保安警察大队无线电代号 就叫做雄丰 那刚开始要命名的时候 我们也是请投人脑力激荡 以雄丰食堂这个名词是最高票 所以我们就命名就从封食堂 保安大队自106年5月1日搬迁到福德路新局后 目前所有软硬体设施几乎都到位 但独缺员工餐厅 精良企业薛董事长得知消息 二话不说慷慨捐赠40万元厨房设备 让远景直呼是最有价值的警察接礼物 尤其下雨天的时候出门又很危险 那现在有我们自己的食堂可以帮我们煮 其实我们就会比较方便 然后因为我们大队自己有在控管 所以食材的部分也都是比较安心的 那烹煮的部分也都是少盐少油 不会对身体有负担比较健康 我觉得警察真的很需要社会大众的支持 那董事长他愿意这样子花这么多钱 然后为了我们的饮食来做这样的贡献 我觉得很感谢 真的非常感谢 部分日夜更不论情语 警察总是站在第一线执行勤务 维护民众安全 三餐经常就是便当解决 薛董事长感谢远景五四奉献 除了捐献设备还加码制赠加菜精 要让玻璃师大人吃到热腾腾的拌菜外 也能兼顾营养美味 充饱体力捍卫港督治安再接再厉 港督新闻李嘉隆 罗绍军 采访报道